董宇辉近期很难回来了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董宇辉的这个事情牵动了很多粉丝朋友们的心 很多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董宇辉现在的离开 他将在什么时候回归 那在昨天东方甄选的于敏红 和他的CEO孙某某都在网上发了视频 虽然都向董宇辉进行了道歉 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确一件事情 董宇辉什么时候回来 而且他们还没有明确另外一件事情 那个小编到底怎么样 说实话 我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有这么个小编 这小编惹了这么大的事 现在好像突然跟他没什么关系 这也挺有意思 那今天就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件事情 董宇辉什么时候回来 我觉得近期可能够呛了 因为昨天奇路晚报发出的消息 说是有记者去采访了东方甄选方面 东方甄选方面告诉记者 说目前董宇辉仍然在为东方甄选工作 但近期应该不会上播 他们说他需要一定时间调整一下状态 其实前几天我们也都在直播间里看到了 东宇辉的直播 其实他状态还好 之所以看不到他了 到底是停播还是被停播 我们大家都心里有数 而且从整个东方甄选昨天的一套组合拳 看起来这个事情是已经计划好的 就是让他暂时离开直播间 然后进行一波操作 向大家证明没有了东宇辉我们也可以 东方甄选直播间昨天晚上 鼓越齐名鸡飞狗票 最多的时候四个主播同时上播 大家好像还非常的兴奋和快乐 我不知道那种是发自内心的 还是被要求表演出来的 总之他们很开心 很热闹 又唱歌又吟诗 直播间的人数也一直居高不下 底下是一水的好评 一水的表示支持 一水的表示要买买买 可能这个明眼人 大家都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 几位主播的兴奋劲 看起来特别像是班里的学渣联手 把学霸赶走了的样子 反正我看着是挺不适滋味 到了今天 东方甄选直播间 从早晨开始 就是好几万人 然后底下清一色的 直直小孙 直直小孙 那今天中午 东方小孙也上了直播间 底下还是清一色的 直直小孙 直直小孙 这就让我想起了 今天315的时候 央视发过的直播间的种种操作 大家看过的话 肯定还有印象 所以你看他们这一系列操作 无非就是向大家证明 没有了你 我们还行 没有了你 我们很好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虽然西游孙某某一直在说 我们这个卖了多少 我们那个卖了多少 然后他们还搞大降价 搞促销 但是 东方甄选的订阅人数 却在这几天之内 持续的下降 昨天我做总结视频的时候 他还是三千零九十多万 现在已经三千零四十多万 那也就是说不到一天的时间里 有五六十万人离开了他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 高途那边 订阅数超过了百万 昨天晚上高途的直播间 在线人数也突破了十万 那边简直是高兴坏了 大家也是留下了激动的幸福的泪水 然后很多底下的留言都是 我是小孙介绍来的 我是小孙介绍来的 太有意思了 看得看得我真的是哭笑不得 那相反 东宇辉在沉寂了之后 他的账号的个人订阅数 却在持续飙升 真的是飙升 昨天一千三百多万 今天已经变成了一千四百多万 具体涨了多少 可能每个人看的时间点不一样啊 就这么一会儿 可能他又涨了不少 反正东宇辉的订阅数是持续在涨的 所以就说大家是会用脚和用手 用脑子去投票的啊 你说什么东方甄选公司啊 我们要去主播化啊 我们要做产品质量 这才是公司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 其实你的基石一直都是东宇辉啊 你不想承认 你也不敢承认罢了 难道大家去你东方甄选直播间买那些相对来说比较贵的产品 是因为你的产品质量好吗 是因为你严把产品质量关吗 是因为东宇辉 今天我看到我的这个视频底下有一道留言 特别的让我感动啊 就说啊 就是我放了的东宇辉那小视频啊 就关于什么什么纸麻糊的 然后那个留言就说 就看了东宇辉的小视频 就是芝麻过敏 我也要买这个牌子的芝麻糊 就是这样啊 我们是因为东宇辉去买的 不是因为东方甄选这四个字 所以还是希望东方甄选能够搞搞清楚 能够搞搞明白到底谁是大孝王 那现在的东宇辉可能就面临着人生中的至暗时刻啊 我的收藏家里头躺了很多 以前我收藏的东宇辉的视频 每每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都让我心色不已 真的心色不已 以前是赞叹 我觉得这孩子太厉害了 现在是伤感 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 他是一个善良的啊 只懂得以心换心的农村孩子 他为所有人考虑 就是总是忽略了他自己 那之前他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小作文 他说哪有什么避风港 风来了我就慢慢走 雨来了我就靠边走 打雷了我就捂着耳朵走 我一个人走了好久好久 我想把孩子教育好 也想把父母照顾好 还想把婚姻经营好 我想赚很多很多的钱 我想把什么都照顾好 可我什么都没有顾到 上有老不常伴左右 下有小不陪伴其成长 终有伴 无心好言三句 外有有 却不能一罪放休 人到一定岁数 自己就是自己的屋檐 再也无法找到地方夺余 这段话我觉得 放在现在的环境和心境之下 更让我觉得东宇辉 非常的不容易 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 这个心里面的酸楚 就别提了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这个感觉 我想了半天 可能也只有一句大白话了 欺负老师人 你们就是 你们就是欺负老师 你们不能 你们不应该这样对他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播 是他让东方甄选的直播间 有了现在备受推崇的人文气息 是他让卖货主播 成了一个不再被人诟病和看不起的职业 是他让带货直播这件事 能够让人向往 能够让人想拿着笔记本进去记录学习 这就是他的魅力 这是他的魔力 但是有些人看不到这一点 总觉得他是可以替代的 那好吧 你们做你们的我们用脚来投票 那最后呢 我再放一段我特别喜欢的 董雨辉的最早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看 当初我们是为什么会爱上这个小伙子的 我以前其实没有去过很多地方 我在西方工作之后 16年当时是10月去了洞德华 在UBC海滩下 然后在那发呆的时候 看着一个虎鲸 跳出水面 很短的时间 就跟你拖牛影 身上是白色和黑色 漆黑和乳白交织在一起 啪就掉海链 特别激动 还没来得及拍呢 就掉进去 那一刻我无法用语言描述我内心的激动和心潮澎湃 我后来在去全国很多学校给孩子们演讲的时候 不厌其烦的始终重复的一段话 我说不要质疑你现在做的一道道题 背的一篇篇刻文 算了一张张卷子 它中向把你送向更远的远方 你的使命是去看世界 是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些都是替你打开世界的方式 人往往会因为自己的无知 变得偏颇和狭隘 但是 你始终要记得修炼自己的过程 就是让你走向更大世界和更美好自己的方式 好